大家好,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二講的第二節,那麼這一講主要跟各位介紹電流的概念。 在這一節裡面,我們延續上一節討論電荷流動的概念呢,在這邊更具體來談所謂的電流到底要怎麼樣來定義,還有它跟材料之間有什麼關係。 那麼這裡面牽涉到就是赫赫有名的歐姆定律。所以在這裡呢,主要跟各位聊的是到底怎麼想到歐姆定律這個東西,還有跟著歐姆定律來呢,我們怎麼定義電阻,以及怎麼定義所謂的導體、半導體跟卷體這些東西。 那麼就如同之前提到過的,所有的科學家想到一個新的定理的時候呢,基本上都不是無中生有憑空冒出來的。 多半是因為呢,認為這個現象或是這個概念可以類比於另外一個東西,因此而提出來一個新的想法。 那麼在電流這裡面呢,到底是參考了誰的概念呢?在電流之前呢,已經有很多關於流體的研究。 那麼像水流這種眼睛看得到的東西的流體呢,已經研究了很久了。但是也有一些眼睛看不到的感覺像是流動的物體呢,也被研究過。 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支派呢,就是所謂的熱的流動。因為這一樣是你眼睛看不到的東西,但是你可以感覺到當兩個溫度不同的物體放在一起的時候呢,有東西在中間交換,而使得他們的溫度漸漸趨一致。 這就是所謂的熱的流動。那麼熱的流動的概念呢,最主要極大成者呢是Fourier,他是法國的物理學家,也是非常重要的數學家。 如果各位曾經在其他地方學過所謂的負力液轉換呢,就是這位物理學家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麼他在1807年的時候呢,提出了熱力學的理論。他認為呢,熱傳導的速率跟物體兩端的溫度差呢,是成正比的。 那麼這個奠定了熱的流動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礎。所以這個可以讓我們來思考說,電的流動是不是跟熱的流動有點關係呢? 在熱的流動裡面呢,驅動熱流的是溫度差。那麼電是流動的這個概念呢,早在富蘭克林的時代就已經提出來了。 但是沒有人提出來的事情是到底什麼東西在驅動電的流動。 在電學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驅動電的流動呢?這個呢,就是德國物理學家Ohm它主要的貢獻。 它提出來的概念呢是,在電的流動這個世界裡面呢,可以類比於熱的流動裡面的溫度差的東西呢,就應該是所謂的電位差。 也就是說電的流動,或許是因為電位差的驅動所造成的。然後把電流類比於溫度的傳導的結果呢,就提出了非常有名的Ohm定律。 那麼數學形式上呢,是如同這裡寫出來的R等於V除以I。其實R呢,就是電阻值的大小。也就是阻擋電流流動的一個能力。 V呢,是在這個材料兩端的電位差。那麼I呢,就是我們前一節提到過的電流。 那麼這個電阻的單位的是使用Ohm,也就是發明這個概念的這位科學家的名字,作為它的單位。 那麼一般來說我們會用一個希臘字的簡寫Ohm作為它的一個代號。 那在單位上來說呢,一個Ohm就是一個伏特除以一安培的大小。 所以你或許會這樣問這個問題說,在19世紀的初期,Ohm到底是怎麼量到Ohm定律這件事情的呢? 那在這裡呢,我也要稍微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的事情是,Ohm提出這個概念是1827年。 這一件事情呢,事實上已經比剛剛我們在談電流的那個事情晚了將近三十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它那個時候事實上對電的理解呢,已經有相當多的一個內涵在。 譬如說,到底怎麼量電流呢?我們在上一節的最後,有跟各位提到1820年的時候呢,有一位丹麥科學家Oster,他發現了電流的磁效應。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把一個指南針放在一條電流導線的旁邊呢,這個指南針會偏移。而且,偏移量的大小跟電流的大小還有關係。 於是呢,可以靠這樣子一個磁針的擺動,用來量測肉眼看不到電流量的大小。所有的量測儀器在做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是把一個看不到的量變成一個看得到的量。 所以電流磁效應呢,除了後面我們會再提到對於電磁感應來說非常重要的進展之外呢,具體來說在應用上,電流的磁效應呢,讓我們有一個方法可以量到電流的大小。 所以呢,這個是在1820年就已經知道的事情。 那麼歐姆在量測電流的時候呢,也用這個現象來量測電流的大小。 然後另一方面呢,電壓到底怎麼量到呢? 在電壓方面呢,它的定義的方式呢,事實上是來自於溫度。 在1821年的時候呢,Seabek,他發現了所謂的熱鍊的材料。 在熱鍊材料裡面呢,電壓跟溫度差的大小是成正比的。 所以歐姆定律最早的量測,它基本上是量測溫度跟電流的關係。 而不直接是電壓跟電的關係。 只是在熱鍊材料裡面,溫度差可以直接轉換成電壓差。 因此呢,最後才把它改變成電壓跟電流之間的關係。 除了剛剛說的R等於V除以I這樣最主要的歐姆定律之外呢,歐姆另外還發現了,電阻這個值的大小呢,會隨著導線長度變大。 而且隨著導線變寬,也就是說截面積變大。 的話呢,這個電阻會變小。 所以呢,他也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電阻值的大小呢,會正比於長度除以截面積。 那我們長度呢,用L當代號,截面積用A當代號。 所以方程式呢,可以寫成如這個式子裡面一樣。 所以呢,在R跟L除以A中間有一個比例長數叫做thow。 這個thow呢,就成為電阻率。 就像是,單位長度,單位截面積的大小呢,會造成多大的電阻,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麼,我們在這邊呢,從方程式裡面問各位一個問題是,請問,電阻率的單位呢,應該是下面哪一項。 那麼,在歐姆提出的歐姆定律之後呢,事實上,雖然從現在的角度看起來,因為各位可能從小學,國中開始就學過了所謂的歐姆定律。 所以從各位的角度來看呢,會覺得歐姆定律,好像是理所當然啊,在材料裡面,電流的大小一定跟電壓成正比。 雖然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但是事實上,當初歐姆提出來的時候呢,也就是在1827年左右這個時間呢,他提出這個電阻跟電流還有電壓之間關係的時候呢,發生的事情是完全沒有人接受他的概念。 尤其是在德國,因為當時呢,德國整個研究的風氣是信仰所謂的黑格爾的維新論。 那麼維新論呢,認為意識呢,是凌駕於在物質之上的。也就是說,意識主導了物質的反應。 所以呢,歐姆用很多很多的實驗呢,來驗證他的所謂的電流、電壓還有電阻之間的關係呢,反而被當時的主流學派認為是不可取的一個做法。 因此歐姆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在德國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阻撓。那歐姆本身本來是在科隆大學任教。 當他提出來他的這個量測的結果之後呢,發表了之後,科隆大學給他的回應是減薪百分之五十。 那歐姆當然很生氣啊,如果你今天覺得你做了一個很偉大的發現,結果你的公司跟你說,好,那薪水下個月少一半,你也會覺得非常生氣。 所以歐姆也是一模一樣,他就向學校生父。那生父了之後呢,學校完全沒有反應。 於是後來歐姆就到柏林繼續研究電學方面的進展。那他在1827年呢,發表了真正現在我們看到的歐姆定律這件事情。 那麼在同一年,科隆大學給他的回應是說,除非他用黑格爾的概念來批判自己的研究結果,否則他就會直接被解聘。 這個對一個科學研究者,對於一個在大學教室來說,真的是一個晴天霹靂的事情。 歐姆完全沒有想到他認為非常好的電阻的研究會帶來這麼多的阻力。 所以他後來呢,在繼續往各個大學應徵的結果呢,在德國裡面呢,都沒有人要聘他。 他最後只好去中學,擔任教師。 這件事情一直到十幾年後,法拉第也發現了一模一樣的事情,就是電阻、電流跟電壓之間的關係。 當法拉第發現了一樣的事情之後呢,他翻閱文獻才發現,十幾年前歐姆已經發表了完全一樣的實驗結果。 於是法拉第大為讚賞,並且公開稱讚歐姆,歐姆才從此翻身。 然後接下來就獲得非常非常多國家的院士,然後非常非常多國家的頭銜,然後才成為科學上一個重要的人物。 不過這個也要他運氣好活得夠長,能夠被法拉第平反才有辦法發生。 所以這個事情呢,可以讓我們看到說,在科學研究上,其實很多時候,就算你做了一個重要的研究,不見得會被當時所得認可。 這跟藝術品有點像。要過一段時間之後呢,等到大家的概念漸漸成熟了,或者是運氣好。 有其他的人發現這個工作的價值的時候呢,這個工作才能夠被彰顯出來,並且被後世所記得。 所以這邊要跟各位稍微談一下歐姆定律當初一出現的時候,事實上是受到非常大的阻礙的。 並不是像現在大家認為這麼理所當然的現象。所以有了歐姆定律之後呢,我們有了電阻、電流跟電壓之間詳細的關係,也定義了所謂電阻律。 那麼我們現在可以回頭來談到底什麼叫導體跟絕緣體。早在18世紀末期呢,我們就已經知道有所謂的導體是電荷殼在裡面自由的流動。 而絕緣體呢,則是會阻止電荷流動這樣的材料。那麼具體從電阻律上面來說呢,導體的電阻律應該非常非常的小。 一般的金屬呢,大致上都屬於導體。那麼他們的電阻律呢,大概都落在10的-8ohm per meter這樣的一個大小上面。 那這樣子非常非常小的電阻律的意思呢,就是導體會非常容易導電。也就是說呢,當電荷在裡面跑的時候不太會受到阻撓,一直可以穿過去,這樣叫做導體。 那相對於導體來說呢,就是所謂的絕緣體。絕緣體的電阻律呢,就非常非常大。 大概在10的10次方以上。那麼它非常的不容易導電,包括生活中一些常見的材料像是玻璃啦,橡膠啦,木材啦,還有甚至我們現在呼吸的空氣等等。 這些都是所謂絕緣體的一個範圍。那麼這裡可以介紹一個非常有趣的材料叫做碳。 我們生活中其實還蠻常看到碳這個材料的。我們身體裡面的化合物主要的一個元素也是碳。 那麼碳呢,它在不同的結構下面呢,會有完全不同的一個電阻律的情況。譬如說呢,最近非常熱門的一個材料叫做石墨烯Graphene。 那麼Graphene呢,它的電阻律呢,就非常小。就本質上呢,像是一個非常好的導體一樣。 那麼除了這麼先進的材料之外呢,另外有一個很早就發現的材料叫做石墨。那麼石墨呢,它的電阻律呢,在不同的面,有不同的電阻律。 在其中一個面呢,它的電阻律也相當的小。所以呢,也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導體。那另外一個垂直的面上面,它的電阻律就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仍然多多少少可以導電。所以石墨呢,一般來說仍然被視為一個還不錯的導體。那麼除了石墨跟石墨烯之外呢,在生活中呢,常常可以看到的一般的木碳呢,大致上是屬於所謂的無定型的碳。 那麼這樣的無定型的碳呢,它的電阻律呢,就沒有像石墨跟石墨烯這麼小。所以呢,它大致上來說呢,不會被歸類在所謂的導體的一個範圍。 但是呢,如果把它的金格,把碳的金格結構排得非常非常好的話,它就會形成所謂的鑽石的結構。 鑽石的電阻律就非常非常高,是一個非常好的絕圓體。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同一個元素,基本上呢,它只要在不同的構型下面呢,也會有非常不同的電阻律。 那麼這個中間的探討呢,事實上是現在的科學進展都還在不斷進行。 好,另外一個面向呢,是所謂的半導體跟超導體。 那麼半導體呢,它基本的概念就是介於導體跟卷體中間。 所以電阻律的數量級大概是在1這個大小,包括細,包括褶這樣的材料呢,都是所謂的半導體。 我們現在的整個電子產業呢,基本上都電積在半導體這個材料上面。 那麼我們用了大部分的時候呢,其實不是純的半導體。 而是在半導體裡面呢,再另外掺雜一些原子進去,使得半導體的導電度會變好。 那麼這個呢,詳細的內容呢,就可能要請各位去修類似像電子學這樣的科目呢,才會有比較清楚的描述。 那另外一個種類的材料呢,叫做超導體。 超導體呢,是可以把電阻率完全變成0這樣的材料。 變成0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導電度會變得非常非常好。 電子或是電荷在裡面傳遞的時候呢,完全不會受到任何阻撓。 這樣稱之為超導體。 那麼超導體呢,在目前來說呢,通常都需要非常非常低的溫度,才能夠實現所謂的超導的一個特性。 那麼在去年跟前年呢,都有一些關於室溫超導體的一個報導。 那我把連結放在這邊,也鼓勵各位上網去探索一下,所謂的室溫超導體到底是可以實現還是不能實現。 這個呢,是現在科學最全員的一個研究的課題。 好,那在這一節的最後呢,我們聊了導體之後呢,跟各位聊一聊導體,還有上面電荷分布的一個概念。 我們在上一講裡面,有提到過可以用高斯定律來分析電荷的分布。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邀請各位回顧上一講的高斯定理。 並且試著呢,用高斯定理證明看看,如果有一塊導體的話呢,高斯定理可以告訴你,導體內部基本上不會有電長。 而且呢,這個導體上的電荷一定會往表面跑,最後都會分布在整個的導體的外表面上面。 導體的內部是不會有電荷的。那這個部分邀請各位自己試試看來證明。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呢,也用一個概念問題來確認一下各位理解,剛剛這個分布的概念,電荷分布的概念。 所以我們來假想一個狀況是有一個空心的金屬球殼。 這個球殼呢,裡面的直徑是4公分,外面的直徑是5公分。 然後裡面都是空的。那在這個球殼上面呢,目前帶有一庫輪的正電荷。 所以請問呢,當整個系統達到平衡狀態的時候呢,它的內球表面的帶電量呢,會有幾庫輪。 那請各位做一個選擇。那關於這種導體電荷分布的概念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叫做法拉第龍。 那麼法拉第龍呢,顧名思義是法拉第提出來的。法拉第在電磁學研究的過程中間呢,提出了一項理論。 他認為呢,用導體做成的密閉空間呢,可以隔絕外面電場的影響。 而且導體的內部,空間的這個表面呢,是不會帶電荷的。為了證實他這個理論呢,他在1836年呢,就做了一個鐵龍。 然後在這鐵龍外面呢,放上幾萬伏特的靜電。可是呢,人在內部呢,並不會被電死。 從而證明了他的這個法拉第龍的一個概念。那麼這個法拉第龍呢,事實上呢,除了可以防止靜電,就像所謂的雷機一樣。 這是為什麼你住在汽車裡面,可能不會被電死。事實上呢,法拉第龍呢,在現在科學研究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面向呢,可能是用來防止電磁波的干擾。 因為在我們現在生活中呢,電磁波可以說無所不在,包括你的手機,包括無線電,各種電磁波隨時都在穿過我們的身體。 還有我們的實驗儀器。所以為了避免這些電磁波的干擾呢,需要用到法拉第龍來隔絕。 那麼關於法拉第龍怎麼隔絕電磁波呢,這個我們在後面電磁波的部分呢,還會再跟各位說明。 這是一台FN收音機,可以接收廣播電台發出的電磁波訊號。 我們用鐵製的車欄照住收音機,由於屏蔽效應的關係,聲音會出現許多的雜訊。 將車欄移開,聲音會再次變得清晰。 這就跟我們在電梯裡講電話收訊不好的現象是一樣的,都可以使用屏蔽效應來解釋。 我們準備了一個中空二金屬球,然後使用一個起電機使它帶電。 那根據高斯定律告訴我們的,一個帶電的金屬球,它應該只有外圍有電。 內側的比是沒有電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先讓金屬球再電。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絕緣的金屬小球。 先碰一下外面的金屬臂。 靠近這邊的紫屑。 看到紫屑被這顆金屬小球吸引。 代表它是有帶電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電放掉。 現在把這顆金屬小球伸進去這個中空的金屬球裡面。 碰一下它內側的地。 再靠近一次紫屑。 會發現它沒有反應。 這就證明了這顆金屬球只有外側有帶電。 內側是沒有帶電的。 然後關於電荷分佈這件事情,還可以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們常常見到的例子叫做Vandegrave Generator。 那麼這個,在示範實驗裡面我們常常看到一個大鐵球。 然後我們透過摩擦的方式,這個大鐵球帶靜電。 這個就是Vandegrave Generator。 這個Generator它基本上可以達到帶10萬伏特左右的高壓。 那這是由美國物理學家Vandegrave所發明的。 而它的裡面的基本概念呢,就是在用一個大的金屬球殼。 因為電荷會分佈在金屬球殼的外表面。 所以呢它在內表面呢,利用摩擦的方式呢,不斷的把正電荷帶進來這個內表面。 然後當這個電電荷一帶到內表面的時候,就會馬上跑到外表面。 所以內電荷看起來又沒有帶電荷。 因此呢,透過不斷的摩擦接觸、摩擦接觸的結果呢,使得外表面佈滿了非常非常多的正電荷。 而使得電位呢,可以變得非常非常高。 這是Vandegrave Generator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好,所以有了這些基本的理解之後呢,我們可以從Vandegrave Generator再回來想一個問題是,那高電壓到底有沒有很危險。 因為我們在示範時間裡面也可以看到說,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Generator,然後產生一個好幾千伏到三萬伏的高電壓。 那人基本上可以去摸,摸了它之後頭髮會翹起來。這樣子的一個示範的實驗。 可是這個電壓這麼高,這樣去摸它到底是不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們為什麼可以摸它而不會被電死呢? 所以在這裡要邀請各位思考的事情是,到底電壓比較危險?還是電流大比較危險? 這個問題呢,先留給各位思考。我們在後面呢,再來跟各位談,到底誰比較危險。 然後關於歐姆呢,在這整節的最後呢,有一個事情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歐姆在大學裡面教書教了非常多年。那他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教學方法。他在兩個小時的課程裡面呢,基本上只會上三十分鐘的課。 剩下的時間呢,他邀請學生提出問題,然後他來回答。可是呢,如果學生呢,不問問題。這個時候呢,歐姆就會在教室裡面走來走去。 然後而且一直問說,各位同學,你們了解問題嗎?你們真的知道問題在哪裡嗎?如果大家能夠釐清問題,就能夠越接近問題的答案。 問出一個好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關鍵。他認為呢,成為一個老師,最重要的責任呢,不是給學生答案,而是跟學生一起探究問題。 而且歐姆認為呢,學生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也不知道如何挖掘有深度的問題。因此呢,就像我們前面提過的,在科學研究裡面呢,往往最重要的事情是問出正確的問題。 問題問到正確的方向,解答基本上就會出來一半。所以這一點呢,我也想跟各位互相其勉。 我們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還有在接下來各位的生活中呢,也能夠常常練習,對於生活中的現象,問出好的問題來。 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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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